华州寺院修北宋名臣范仲淹 在公元1045年至邓州的时候所办的一所学校 因为这所学校建在风景秀丽的百花周畔 顾德明华州书院 范仲淹的千古名片《鸳鸯楼记》即诞生于此 站在书山一览台上 华州书院的全貌尽收眼底 东边就是风景名胜百花周 古人说南洋有绝胜城下百花周 指的就是东边这一块 小桥流水齐随别景 中轴线上的武进寺院是花周书院的主体建筑 由春风堂 文汇堂 万卷阁所组成 西侧是以半文正公词为主的纪念性建筑物 范仲淹在邓中为官三年 正平送礼 重文众教 深受老百姓爱戴 所以老百姓为他建了一座生祠来纪念他 后改为范文正公词 我们现在屋于花周书院的春风堂内 范仲淹的千古名片《御庸楼记》便诞生于此 御庸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 穿越千年时光 至今仍然广为传颂 深入人心 范仲淹是从来没有去过湖南粤州的 他当年在花周书院的春风堂内 就是根据好友藤子经的《御范精略囚记书》 和《洞庭秀晚图》写下了千古名片《御庸楼记》的 华周书院不仅完整地展现了 中国古典书院建筑的庄严和培空 也为研究中国古典书院文化与建筑风格 提供了宝贵的饲料和物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